今天的節目我們號稱是一個實境秀 現在非常流行這個名字對不對 實境秀 實境秀的一個特色就是 你不知道他接下來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也很緊張的搞 不是說 主辦單位不是說今天會有一個綜藝小天王 納豆要跟我搭配嗎 為什麼還能到呢 工作人員 可不可以幫我找一下 納豆是不是在校園迷路了 每個檔比較大一點可能找不到 納豆到了嗎 可以幫我呼叫一下嗎 車子可以到你來嗎 哇 現場好多人喔 喂 各位好 各位好 真是太可怕了 我想什麼事情 你要小心一點 還好啦 還好啦 好像沒...我看到眼光正道 還好 還好 一步之遙 一步之遙 好在教 大家好 大家好 這一個是主辦單位Promise給我的納豆嗎 是啊 你看我們兩個顏色一樣啊 我也是主持人啊 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不好意思 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是綜藝小天王納豆 而是我們車輛中心的同仁呢 不好意思 那個 我想我們 科專預算呢 錢一定要花在刀頭上 做這些科技的研發 當然我們遣不起大咖 但是我這種小咖 有沒有 你看我頭髮 髮型很像喔 有七分像啊 昨天才去電的啦 這個想說 就麻醉自己的 來試一下我們 好啦 我知道一個意思 就是說 我們來的主持就 Band錢 就科專就Band錢 就這個意思對不對 對了 對了 還是有薪水啊 對 嘿嘿嘿 越薪了 越薪了 心裡就花意了 你知道嗎 要跟大家打招 我就沒注意到前面了 師傅 還好你反應快啦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我反應快 不過還好是這台車 厲害 因為這台車配備了我們的AEV系統 就自己停下來了 AEV是跟APP要下載APP系統嗎 不是不是不是 AEV跟APP當然不一樣 APP要錢 AEV是裝在車子上的 是這樣子 對 AEV就是 AEV是我們的自動緊急煞車系 所以你剛剛自己發揮的作用 我可沒有踩煞車喔 我真的都沒有踩 真的嗎 對對對 這困難的技術要怎麼做到 你跟我解釋一下 你解釋沒有意義 當然就是透過了我們 裝載車前擋風不離的攝影機 還有水箱罩前面的一個 雷射感測器 感測器 聽不懂 是有點複雜啊 有你同事這麼多年 只要講到技術我就知道 因為 它不是偷工的 它是偷木的 文科 所以可能比較不懂這些東西 那沒關係 為了配合我們一般大眾 素人都能夠了解的程度 我們一起來看影片好不好 我們準備了一支影片 來 再大姐 電視頻 看這個影片就沒有那種臨場感 那個feel就不一樣 可是我剛剛很棒啊 而且你知道嗎 你這樣秀以來 我們大家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很難給大家一個 你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feel就對了 我是不想直接說我無信 那我們上車一起試試看好不好 我在你 因為我今天還要主持下面節目 我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沒關係我現場找見證人 見證人 而且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要找見證人的話 車輛最好要找女性 為什麼 因為女性開車在路上 常常被人家批評指教 我可沒有批評 我可沒有批評 現場的女性 來這位美麗又大方的委員們 委員 好 委員 我們王委員 立馬院號稱王大膽是嗎 來來來來 那不是委員來 是不是很快 來 委員幫我們做見證 在這邊站車頭 這比較刺激嗎 你就說今天 不是啦 比較刺激 不是站車頭啦 我已經幫委員開門了 他不在這裡喔 委員你要玩比較大 請委員上車 好 我們車窗 委員要吸愛拳帶喔 剛剛時速很低 那叫時速低喔 對 那待會兒就來點高速的 你要這樣對待我們委員就可以了 可以啊 可以嗎 多快都可以嗎 王大膽上車就是不一樣 委員你要什麼 委員你要等一下 什麼都不用做 只要眼睛仔細看 我們背勁的腳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上車之前一定要系安全帶 好 系安全帶 然後我們保持一個車具 來退回原來的地方 好 那請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來仔細看這一段囉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實際秀第一段 好 朋友 好 給我一下 媒體朋友們 要有紀念 這樣還是要注意安全 好 這邊清早可以嗎 好 這邊清早可以嗎 我們準備準備好了喔 趕快過來 來 趕快來請我們見證人來健身說法一下 來 真的 不用踩煞車 真的真的都沒有造假 真的喔 真的連油門都沒有踩 完全踩 沒有 沒有踩煞車 完全踩油門 完全在踩油門的 真的 不錯 不錯 我這種技術很棒 委員嚇傻 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委員我還要問一句 因為您剛剛有實作的經驗對不對 所以現場那麼多業者 我們再做個市場調查好了 如果您有 要買車 您也不願意 加少許的錢錢 加裝進口設備呢 我的話我會願意 我願意 聽到沒有 市場調查最佳見證人在這 我會願意 因為我們的雜誌很多 如果像這樣的狀況 有時候 雖然講手機是不太合法的 但是有時候 講手機的話 安全性就不固定得到 是 沒錯沒錯 謝謝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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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節目流程要來進行下面一下 剛才呢 我們先看後面 不 剛才看了前面 前面 我們車輛中心是很甘心的 我們不會只坐前面對不對 請問一下我們後面 又做了一個什麼樣的系統 剛剛是前方的防撞系統 後面 ARTC也提出了解決方案 而且這個解決方案 還非常的不一樣 駐煞車 電子駐煞車 就是按一個按鈕 它就自己幫你煞車了 我們結合了我們 後方攝影機的頂向監控 就會去辨識我們的障礙物 如果有障礙物 進入我們的打車的空間 它當然就會自動幫我們煞車 哦真的 那這一套系統是叫做 導車防撞系統 PCAS PCAS跟那個PC後貨物 是一樣的 要下載嗎 那個PC後貨物 跟這個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導車防撞系統 我相信你又聽不懂 沒關係 我們還是準備了一張 準備了一支影片 我們一起看影片 對大家看這麼困難的技術 我們用最簡單的影片來 也是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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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非常精簡以最簡單的明瞭跟大家介紹這個倒車防撞系統 相信大家都有概念了對不對 我想最近常常有一些事故的發生啊 昨天的新聞也有提到啊 有個媽媽不小心回家的時候就把自己的小朋友壓傷了 其實我們剛剛秀的是前方跟後方 其實ARTC最... 大會也要報告一下 有一輛哪位貴賓開那個白色的SUV車 白色的SUV車有沒有 需要移一下有沒有人開白色的 對啊賞道別人的 對啊就停在我們這裡 這一台喔 不好意思 那我會請 我會請 我來去刷一下 不好意思齁 我把車子停一下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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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帶一個來齁 你真的很離譜 你要主持欸 你車子這樣停 你就給大家最壞的 沒關係 我待會兒趕快回來 這樣子我們停旁邊就好 你還要趕快回來 好 我們那個車位是不是 好那我倒車一下 好好好 倒車 你停這邊喔 往這邊走喔 好 好 停這邊喔 哇 啊是怎樣啊 是怎樣啊 嗯 哪有小孩子 請問 啊剛剛才在講說 這誰家的小孩啊 不好意思 我就知道 你不愛好心 你不能這樣衝我吧 我平常在ARPG 帶你也不保啊 是是是 趕快趕快回去 趕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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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剛剛提到 這就是我們後方的導車防撞系統 這是透過電子自駐煞車 跟影像雷達所整合的一個機制 那當然呢 除了前方跟後方 ARTC呢 也早就在 就是左右兩邊的盲點警視系統 以及包含全車 整個車子 周遭的around view 全周影像系統 也都提取了很多的解決方案 是啊 因為前一陣子 真的有很多新聞 就是呢 家長 這個觀眾看得到我們 因為家長是倒車的時候 四線盲點了很多 那有了這一套呢 就可以避免到 欸 有的時候沒看到的地方 但是我們後面有雷達 有沒有偵測器 來問你們看法 是啊 而且還主動幫 踩沙車 就不會有這種意外的差距 所以其實這些系統 就像剛剛黃偉人講的 欸 開升機手機可能是不好 對對對 偶爾分個小心的話 會失神 有些系統 能夠幫你做事後的補助 安全的補助 那是最好的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 我當然也希望說 如果以後 能夠開車 能夠分個小心 然後有台車子 車子可以幫我 稍微自動駕駛一下 這不曉得有多好 自動駕駛 我知道 就是我們常在看那個 影片上發表 故障的無人車 自己趴趴上那個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 我也很想要欸 你很想要 可是那個只有在美國 對啊 好可惜喔 但是我告訴你 今天呢 台灣也有了 台灣也有嗎 各位 你不要告訴我 ARTC做的 當然是 當然 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頭戲呢 就是我們車上中心的自動輔助駕駛 是 這其實我今天早上啊 從路港過來的時候 我就是開了這一台車過來 真的假的 當然啊 這好酷 而且啊 現在 那是裝置很流行啊 我就在我頭上裝了一個攝影機 攝影機直接把路程拍上來 就把路程的風光拍上來 真的假的 對 那 我跟你講 現在只流行一句話叫 有圖有真相 除非你能夠拿出證據來 沒問題 影片馬上就可以播給大家看 又要看影片 對 不想要這個 可以打開 但不應該等一下 不想要把路程 按開心 按那個 可不可以 按 verder 按摩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啦 除非 你就是马上在Cocococ把它叫出来 这有什么问题 这么简单的事情 真的吗 我只要拿出我的手机 真的吗 马上叫出来吗 嘿嘿嘿 我来等一下喔 他叫什么名字 DAC DAC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驾驶系统 佑铭景秦小黄 是吗 马上就出来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等很久 不会 待会车子就来了 真的吗 他车子在哪 你知道为什么哪边来吗 为什么 就在你们各位观众的右前方 看不到的来宾 我们可以稍微站起来一下 我们的 从车窗 这边给他看到那边 你看 他刚刚自己转弯的 看看有没有人 可是我觉得这样 有会不会发生危险 你也不知道吧 不会 真的吗 他这样一路开出来 都没有人在控制 你看 这来一个低头竹 真的吗 真的吗 他停住了 好可怕 他停住了 其实他在过程当中呢 都会监测四周的环境状况 所以 只要有行人进入他的路径 他就会自动停车 然后自己在行动 然后我刚刚已经设定好 叫我们停到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方格当中 这是我们ARTC的自动停车系 所以他现在要做停车的动作 对 他现在要做停车的动作 这么强啊 对 而且这个停车的概念呢 并不是在我们的方框喔 ARTC的自动停车系统 是只要有空间就可以了 这个方框只是为了秀给大家看 你看他现在都自己停进来了 哇 那个动作非常的流畅耶 也不用转进去再转出来的 没错没错 这些系统全部都是我们国人自己发明的 哇 大家要不要给个掌声 这可怜可怜啊 是太厉害了 而且说老实话 对不起我真的要说一句 他停车比我还要正耶 我相信任何人停车都可以命好 我非常需要这种辅助系统 哇真是太厉害了 这样子以后如果我们临时有一下 哎呦广神啊有些人 女生在车上化妆 男生在车上玩手机看报纸 当然这都是不鼓励的啦 只是说有这种系统的话 就是可以稍稍让大家放松一下开手的状况 是的是的 但是驾驶辅助系统还是辅助啦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知道我们驾驶辅助系统 用哪些东西吗 这 这又不懂了对不对 看看车上的 车上的东西 看看车前的东西 我相信对于技术的东西 应用不清楚 真的不要回答我 所以呢我们还是准备了一支 让一般民众 比较能够了解的影片 谢谢男大家 本期视频 在安装教育里面 但是啊 很好的 这是完全不认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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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现场总共有13项的先进技术 都值得大家一一一来了解 这个城火展示就在旁边的帐篷这边 有非常多的机密 有非常多先进技术值得大家去观赏一下 所以在活动的最后呢 我要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